欢迎你加入,来老师,物理教师 那么讲完了这个速力跟速度了之后呢 我们现在来看另外一个 就是再多一个变化 叫做rate of change of velocity 这里又出现了一个字叫做rate rate就是变化率嘛 对不对rate of change是跟着时间的变化 就是底下一定会除T的 但是现在是这个speed跟着时间的变化 也就是你的速度的变化率 速度的变化率呢 rate of change of speed是一个scala 其实就是说你的速度在变化 所谓的速度变化就是变快或者是变慢 用人话来讲就是加速还是减速 不过呢这个rate of change of speed呢 我们没有在physics里面聊 因为它没有方向的 没有positive negative 你们会在这个modern mass里面选到 所以这个我就不看 我们看physics里面聊的是这个 acceleration跟deceleration acceleration呢就是加速度 就是你的速度的增加率的意思 deceleration就是减速度咯 就是你的速度的减少率 跟着时间的变化了 所以你看它的formula的A 为什么用A呢 其实就是拿着一个A acceleration 加速的意思是等于V减U除T 那么稍微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V跟U是什么 V和U呢 其实V刚刚介绍了就是velocity 那么U是什么 它是这样的 如果你的velocity它是会变了 有快有慢有之前有之后 那么我们就不能够用一个symbol来代表两个东西嘛 那么就要做一些调整 就是有U跟V 如果你的velocity是会变化了 好像刚才这样讲了 就是有快有慢的 那么V叫做final velocity 最后的那个速度 U呢就叫做initial velocity 开始的那个起始速度 起始的速度跟你的结束的速度 final velocity 其实都是velocity 不过只是一个前一个后 那么T也是时间哦 所以你看V减U就是你拿final的velocity 减掉initial的velocity 你就可以找到它的变化差多少对不对 除以时间 就是说 这一个变化需要在多少的时间里面达到 如果你这个变化从慢变快 是很短的时间达到的话呢 那么你的就加速很快 如果你这个变化从慢到快呢 是要很长的时间才达到 做一个很大的T呢 那么你的acceleration就很慢哦 你的加速度很慢 很小 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它是一个vector来的啊 所以可以有positive跟negative 所以acceleration代表了就是positive deceleration其实就是negative unit是什么呢 叫做meter per second square 那么为什么叫meter per second square呢 它其实是velocity在初时间 velocity我们知道是meter per second 再除以时间再除一个second 但是我们不要分数了 所以这个其实是等于meter per second 再persecond对吗 因为除s其实就是s减1嘛 然后这两个是同样的base哦 所以它的上面的那个index可以加起来 就是meter per second square 减1加减1就是减2 就拿到meter per second square 那么这里稍微聊一聊哦 你看哈它的formula哈 a等于v减u除t啦 a等于v减u除t啦 那么现在你有两个速度嘛 一个是开始一个是结束嘛 我们通常就拿车来讲 车如果你要研究这个车有没有力咯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那个方法的 就是我们去研究车从0km per hour啊 飙到去100km per hour 要用多少的时间 都有这样子的一个模式 就是来看一个车是不是有力的 就是每到100要用几秒啦 其实代表就是你的加速度有多大的意思 加速度越大就代表说它的那个马力越大咯 好我们来看一下一些数据咯 比如说proton x50 这个是proton出的一架新车咯 proton x50它0到100km per hour呢 需要9.8秒 就是10秒的时间它可以飙到100咯 看不出哪一个来比较了啊 然后我们来看那个0到100 一架没有力的车了 叫啊Nissan Amera 旧款Nissan Amera不是Turbo了哦 这一款呢 1.6i需要用12.7秒 刚刚那个9.8秒 这个需要用12.7秒 你这里就看到它的那个差别了 哈哈哈哈 好看一下国民跑车 myvi prodoa myvi 4.67秒 哎 啊所以myvi还不够那个x50跑 哈哈虽然它是国民跑车 因为我在highway上面最怕看到myvi的 你知道吗 myvi可以在后面散你高登哦 如果你是一架mess 你照散你高登要走过去了 那么就看一些比较轻的车 比如说啊我们刚才讲到Ferrari哦 Ferrari要多少秒呢 零到60个mouse per hour 这个是用mouse per hour啊 那个imperial的记得吗 那个音质的 这里写60个mouse per hour 就大概是97km per hour 啊这里看这个了 Ferrari time 0到100 Ferrari大概用3秒吧 3秒就可以冲到100 所以你看到那个贴背感是多么的大 123他已经100了 哈哈哈哈 这个就是我们看加速度的一个方法咯 就是零100之前的velocity之后的velocity 跟他需要用到的时间 换算出来就是他的加速度 所以你可以从这个加速度就可以看到说 他能够加速多快 就可以知道说这一个车有力还是没有力 因为我们之后会学到其实F4等于ma的 a越大f越大 他的这个力越大 所以engine就越有力哦 所以跟大家聊一下啦 好我们来看这一个题目哦 第一题van accelerate加速了哈 uniformly from a velocity of 15m per second to 20m per second into 2.5 seconds what is the acceleration of the wind 他这一个加速是从15m到20m per second哈 先看这个字哦叫做 accelerate uniformly 这个字我需要先解释一下什么意思啊 比如说如果有一个移动的物体哦 那么这个是他的时间 第0秒第1秒第2秒第3秒 如果他在第0秒的时候呢 他的速度是0m per second 第1秒的时候他的速度是2m per second 第2秒的时候他的速度是4m per second 第3秒他的速度是6m per second 又来一块你看到吗 又来一块了 我们从这里其实看到有一个pattern 对不对 他从第0秒去到第1秒 他其实这里他加速了多少 2m per second 然后这里他也加速了2m per second 我跟这里也是一样 就是每一秒呢 他的速度都会加一个2 这一种呢就叫做accelerate uniformly uniform就是一样的意思 就是他这个加速呢是一样的 保持一样的加速 如果加2呢就每个加2 加3呢就每个都加3 他不会讲说从第0秒到第1秒我加2 第1秒到第2秒我加3 第2秒到第3秒我加5 那一个叫做increase acceleration 那个更难哦 更加的难 没有在我们的syllabus里面 我们只是学到uniform acceleration 就是他的加速度是一个号码的 这里其实是a等于2的意思 a等于2m per second square 1秒会加2 就这样加2加2加2 他的那个加是一样的 这个就是accelerate uniformly的意思哈 那么题目里面讲到说 from velocity of 15m to 20m per second in 2.5 second 这里其实是有information 在里面啊 开始是15 所以这个是u咯 然后过后是v final是20 2.5秒是他的时间 就是他需要2.5秒来加速从15到20了 我们要算他的acceleration是多少 所以这个直接带入公式就可以了 a等于v-u除t 那么v是20咯 减掉u是15 除于多少秒2.5秒 他在2.5秒里面呢 就能够从15加速到20 所以他的加速度是多少呢 2 10 减15 除2.5 如果你拿到这个答案14 那么你就丢分 丢分啊 错啊 这个是关系到calculator的key方法 我就顺便就讲一下 很多人都会犯这个错误了 他会这样子打 你看到吗 20-15除2.5 可是呢 如果你这样子key的话 20-15除2.5 其实calculator他读到是什么 他拿20来减掉15除2.5 他把这两个当成是一起的 因为先存出后加减嘛 所以你的calculator 其实他最后是key到这个 东西出来 20-15除2.5这样 这个跟原本那个完全不同 为了解决这样子的问题呢 我通常会教我的学生怎么样呢 就是 进calculator的时候呢 分开打 先讲这个啦 如果我现在整行这样进的话 我应该怎么进呢 我应该放一个bracket 这里放一个bracket 把20跟15呢 光起来 给calculator知道呢 他们是一个东西来的 像这样 20-15 bracket 除2.5 那么他就会把20跟15呢 放在上面 减掉了那个答案来除2.5 所以答案是2 或者呢 其实最保减的方法是 全部分拆 你在key calculator的时候 你把全部拆掉 然后这全部拆掉呢 分开打咯 就是20-15 你先按等于先 上面的先clear了等于 在哪的答案拿来除2.5 这种是最保减的方法 所以过后我们会有 越来越多的这种算数题的时候 我会慢慢的show你 分拆其实是最保险的方法 所以答案是2 但是因为它是acceleration 所以是2m per second square 就是2m per second per second 每一秒会加2m per second的意思 我们来看第二警号 The car traveling at 24m per second slows down when the traffic line turned red after undergoing uniform deterioration of 4 seconds it stopped in front of the traffic line calculate the acceleration of the car 那么这个车原本是24m per second 然后slow down啊 开始慢下来的 然后在这个交通灯前面 看到红灯它就开始慢下来 然后呢它undergoes uniform deterioration 它这个减速度哈 它减速了4秒 然后stop in front of the traffic line 就停下来的 它叫你算这个车的acceleration 这一题呢我们来先标记一下哈 它的一些information 开始的时候是24m per second 所以这个是U啊 好这里有一个我们叫Tesirat啊 Tesirat V在哪里 it stopped停下来的 所以V是多少 V其实是零来的 零meter per second 啊这个它用字眼来代表 所以你也比较懂了 然后花了多长的时间呢 4秒 所以其实也是大陆公司啊 这一题只是这个字眼你会不会 而已哦 所以V减U除以T 那么我们的V是零哈 U呢10和4 用了4秒的时间 所以是4,6,4 negative 6 meter per second square 不知道你会不会看到这个字 老实中的是acceleration of the car acceleration of the car acceleration of the car是加速 可是我算出来是negative 题目讲它是减速 它是这样子的 如果它问的是acceleration of the car呢 你就是a等于-6 meter per second square negative代表是反方向的加速 其实就是减速的意思 但是如果它问的是deceleration啊 表示它问deceleration啊 那么你的这个呢就是6 meter per second square 因为它已经是减速了嘛 所以减速多块呢 直接是6 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哦 你的那个negative要不要写进去咯 如果题目世界是问deceleration呢 其实你可以不需要把那个negative写进去 虽然我知道那个negative代表的就是减速度 因为已经就字眼代表了嘛 deceleration 就写25 meter per second square就可以了 不过呢 如果它问的是acceleration呢 就一定要放negative 肯定要放negative 因为那个negative代表的是字眼速度 不保险期间你还是放negative啊 因为有些老师很妙了 ok他讲你没有negative代表说它不是一个factor啊 他没有意思减速啊 根本你没有放negative代表你可以给你对 你还是放比较好 这个是可以给他分析哦 一种可能会出现的状况哦 第三题 Figga A shows the motion of trolley with uniform acceleration 加速啊 Whereas Figga B shows the motion of trolley with uniform deceleration B是减速哦 所以一个往上一个往下 Each strips of ticker tab consists of 10 dots formed by Fifty hertz ticker timer determine the acceleration or deceleration of each trolley 这一题比较难哦 因为要先介绍你一个仪器 这是一条条是纸条的 叫做strips 一条条的这个纸条咯 它这个纸条有名字的叫做ticker tab ticker timer叫打点计时器 ticker tab呢就是打点的那张纸咯 可以等一下跟大家讲是什么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一集见